余秀华被杨朱策家暴这事应该是实锤了 那接下来我们肯定就看到该有关部门介入 然后直到最后的结束吧 我先说一嘴啊 我做一个大概的预测 这件事情其实和杨朱策一开始的想法绝对是背道而驰的 按照杨朱策在直播中的一些表现来看 他包括他的什么时候开直播 什么时候停止直播 然后剪辑嘛 就说那个余秀华先骂的自己的闺女 说闺女是婊子什么的 以后长大以后成为婊子这一类的话 把更多正义好像是拉到了他那一边 但是网友也不傻 后来这会被爆出来了吗 因为杨朱策这边呢 有闺女 那个余秀华那边有个儿子 是杨朱策先去骂人家儿子的 反过来可能人家是反驳的 所以说这个没有谁正义不正义之说 反而是像你这个男的啊 你这个男的这真不像是个男的 去恶意的剪辑余秀华 而且包括像后来这个耍酒疯什么的 我估计啊 像那种爆出口的话应该也是杨朱策 在开播之前各种刺激 有些人说那个余秀华哎呀一看这个酒品都不怎么样 喝完酒之后各种各种骂人是吧 杨朱策是怎么忍他这这几个月的 我先说啊 就是就像一个那个网友评论的我的一样 说人家林慧音也喝酒 喝完酒之后呢 不耍酒疯 林慧音是什么家庭啊 我说呀我查了一下啊 祖父啊近世出身 然后历任各个高官后路 你懂得吧 他足书林决民那民民主的先驱 父亲那也是政治上有非常非常深的造诣的 林慧音你非得拿林慧音人家的酒品比啊 林慧音本身人家是彻底的大小姐啊 余秀华是谁呀 我们没知道余秀华多少年呢 是吧 苦命正经的苦命人出身 如果说实话 如果不是会会写几句诗 会写几个字 谁认识啊 如果不是会写这几个字 你觉得他现在生活在哪呢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呀 我觉得他有有能力是吧 走到今天这一个位置就应该给鼓个掌了 都是普通人为啥要非得弄一个鄙视链呢 其实我也我也明白像很多人 为什么要去踩别人一脚 就是为了显得自己更高一 更高一层次啊 自己没有在彼此链的最底端呢 想象一下是吧 如果说这个余秀华不会写诗的话 那他在社会的金字塔的第几层啊 绝对的底层啊 现在会写诗了会赚钱了 有流量了他在哪 我告诉你顶多顶多顶多 他也就是在和咱们普通人差不多的位置 再说这个家暴啊 家暴我估计如果说是真的按这个杨朱策 前期这些操作的话 还真的够呛能找到证据 你就拿余秀华说 杨朱策去删了他几百个耳光 并且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这件事情 还有余秀华说 之前那个有一个监控里边记录了 我告诉你杨朱策绝对删了 绝对绝对删了 因为就凭他在吵架中 真的特别清特别清晰啊 那边余秀华说实话 已经开始被逼的发就疯了 绝对是被刺激的发的就疯 我敢我敢把它撂着 然后那边杨朱策都在做什么 拿好手机对着大众 后边冲着余秀华是吧 一字一句的 就整个都是在引导着余秀华去说话 引导你觉得他能往哪引导啊 当然是往自己的这方面引导啊 虽然他做了那么多努力啊 我有一个大胆的预测 他大概率是会失败的 即使即使家暴这事 没有被别人找到证据 他所一开始一开始他期待什么呀 也就是他不就是想蹭流量自己长粉吗 是吧 就通过开直播就和那个谁一模一样啊 那个陈亚南去蹭大一个的流量 一模一样 我上个视频里边也说了 但是陈亚南人家没把事做绝 虽然我也很讨厌陈亚南 但是有一点就是两个人对比的话 陈亚南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在哪 他没有把事情做绝 没有非得把对方引到什么企图之上去 其实我感觉这个杨朱策你说 就咱就不能单纯点吗 你是为了蹭流量 是吧 你是为了你自己的长粉 长完粉之后 咱来一个和平分手 他不行吗 那时候骂你的人可能还没有这么多 那现在的话按你的说法 如果真的没有领证的话 那就不是说家暴了 故意伤害呀 如果你们两个人是婚姻关系 可能最后的罪名是家暴 你如果是真的是没有领证 你不算是故意伤害吗 我不懂法 有没有懂法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一声 如果是这样 最后你这个账号大概率是会被废掉的 而且以后你也重新 不可能重新站出来了 因为谁敢支持你 我就问你 谁敢支持你 现在在网上 你还是一个90后 我这心眼说实话的真够多的 谁敢支持你 是男的敢支持你 还是女的敢支持你 甚至于是恶霸敢支持你 流氓敢支持你 没有人敢 首先你这一个家暴 你这一个家暴 基本上九成九的人都不敢支持你了 即使那些心里边 可能想说我支持你的人 我站你这边的人 因为毕竟三教九流氓 什么人都有 14亿人里边 你去挑几万个怎么怎么样的人 完全又有可能 但是你一个家暴 另外呢 你还恶意的 恶意的去剪辑 恶意的去开播 然后还有什么 恶意的 是吧 把你的形象拔高 把你 把你身边陪你的这个人 于秀华 给恶意的去贬低 你做的哪一件事 单独摘出来 我告诉你 都够 都够彻底封你几辈子的了 你一开始 所谓的 在转流量 涨粉丝 然后最后变现 这条路子本来是可行的 但是按你现在这些操作 以及之前真的被证实的这些家暴的话 你趁早在网上彻底销声匿迹 并且等待法律对你的严惩吧